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MCKaren 欢迎大家来到Karen的频道 那今天Karen要带大家来认识 和了解一下我们马来西亚新山非常著名的就是 新山Yaya Awa 红仙大地庙的五龙队 可能你和我一样的 我们知道这个五龙队是非常著名 但是有一些小故事小经典是你我都不知道的 今天我带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在我身边坐着我们的所有的师父 让我们来一一的认识他们 来 请师父多介绍 小屁是本庙的属里主席 也是龙队的主任 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我们本庙的主席 叶欣顺也是龙队的发起人之一 那么坐在我旁边呢 这位就是我们龙队的师父 义勇林师父 那么在座旁边这边呢 也是我们本庙的金牌交练 傅神汉 那边就是我们的本庙的财政 也是龙队的财政 吴亦正祥 那么这位呢也是我们的本庙的副主席 也是我们龙队的秘书 那么在座旁边那位呢 也是我们本庙的副主席 也是龙队的总教练 那师父还有教练今天呢 特地在展望中抽出宝费的时间 来接受Karen的访谈了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要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 有关我们新山 鸭鸭鸭阿瓦 红仙大地庙的五龙队 因为大家都知道 哇 你们的叶关红很出名 哇 你们的这个龙队很出名 对不对 所以想要给大家知道多一点点 关于你们的这个精彩故事 来 请师父 那么我们的龙队是成立在1974年 成立了 那么我们这个龙队的发起人 也是在我旁边的 那我把这个麦交给他 让他来跟大家讲一下 好的 来 欢迎主席 我是叶仙顺 我是龙队的发起人 所以我发起人 所以我发起人不是我一个人 总共是15个人 其实我的父亲和我的朋友 跟我的朋友 我们全部都是在 鸭鸭阿瓦以前9个庙 所以我们开始在那边 主持我们具体发起的楼 到现在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主席 我们现在呢 就来把这个麦克风呢 交给我们的叶师傅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请叶师傅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一下 那叶师傅是加入了 阿瓦的这个龙队呢 是多久了 大家好 我是一龙队 我来自新加坡 1990年 我被全部的理事 邀请来教导 鸭阿瓦红千大帝庙的五龙队 这个五龙队 以我在想是不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鸭阿瓦的龙是神龙 神龙 神是哪来拜的 连二十二一二出来游行的 没有去参拜什么东西 没有表演 没有比赛 全部没有的 我就从神龙变做叶光龙 变的意思是 我更改变整个 花丝阿古典阿等等 然后他下来的步作就是 理事的支持 团队的精神 还有今天 真的 所以把神龙 神龙刚刚您说的 原本就是在庙里面参拜 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演变改变 演变改变 所以这个也是时代的进步 时代的变迁 包括五龙队在各方各面 都在进步中求变化 让它越来的越提升 对不对 那我们的医师部 在这段这几十年当中 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事情 我在鸭鸭啊 很多难忘 很多难忘 第一 它变动的时候 又给外国的邀请 我们去到很多国家 去到德国啊 台国啊 香港都很多次 何况 又难忘的 又比赛 1994年 拿到全国冠军 现在下来的全国冠军 是后面的人去推广 发扬 对啊 是 然后这个 但重点就是 学生 我教导的时候 有几例的 几例就是礼貌啊 过后就是 以前的就是花式 不是叫套式 很简单的 就这基本啊 嗯 我们有穿农尾啊 穿金钱啊 打八字啊 过后 这个基本 做到手了 嗯 就很容易 很容易的 上手 就是 要团结啦 嗯 我们的夜工农的要求 要求 有几个东西 第一 不管肉结啦 要完美啦 要 顺畅 嗯 嗯 嗯 好 古业 到现在 很多人 跟着我们的脚步 为什么 我们 很传统 不是传统 西北传统 西北传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打了这五个业器 一个筋骨 大楼大坝 小楼小巴 哦 我们没有参差 其他的业器 好 非常的棒 听到义师傅的这个讲解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就 哇 也跟着义师傅一起的感双起来 我想说 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 给我们的教练 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呢 就是刚才我们的 师傅有讲到说 我们的金牌教练 就是很多 后来的冠军 也是处置于他的手 对不对 好 来 请教练跟大家说说几句 大家好 其实在龙界里面 大家叫我汉教练 所以所谓的金牌教练 其实是因为 我自从我做教练 我就拿了大概有 五六十个冠军吧 可是这个五六十冠军 不是一队拿到的 就是我们大概有八队了 已经拿到冠冠冠军 所以 几乎我家都是冠军队 那样子 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你几岁吗 我今年 三十八 哦 我看你好像二十多 这样 老了老了 所以我们最好的成绩 就是在香港 主办的 世界夜光龙锦标赛 嗯 两年一次呢 我们拿了三届 哇 好棒 好棒 以目前为止 我们也是全国的 七连冠 哦 所以我们的全国赛 也是两年一届 嗯 所以我们维持了十四年的冠军 哦 哇 所以这个工作 其实不只是我一个人啊 女士会跟 队员的配合是很重要 是 因为五龙五师都好 就是他是讲究的是 体育精神 团队的精神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在这条龙里面 他跟普通的那些 平常的龙的队友 是人数会一样吗 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九个人来鼓动的一条龙 所以夜光龙也是一样 一样的 就是我们有多一个龙头 多一个龙头 extra的 ok 还有个龙足 还有五个鼓乐手 哦 ok 好 所以我们知道呢 因为在五师他们也是听鼓乐 对 五龙也是同样的听鼓乐 对不对 所以整个的那种节奏 他的要传达的故事 都是要靠另外的设计过 对不对 ok 所以非常的非常的精彩 我们看到呢 这边呢 后面看到这个龙王之王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嗯 龙王之王是因为我们 呃 在全国拿了三连冠 嗯 跟世界三连冠 然后我们就被称为龙王之王 啊 然后因为我们先拿到全国的三连冠 我们才拿到世界的三连冠 然后我们也称为世界龙王 哇 对 非常的棒 所以我们的马来西亚柔佛州 星山人的直光 对不对 yes 因为我们柔佛州也是称为五龙制度嘛 你也知道 对 所以我们在这边比全国还是不简单的 是 所以我看到呢 就是各队友 ok 不当然是你们每一组的这个团队呢 大家都很努力的去参与 不管是在表演或者是比赛 每一组呢 他们都是 尽想尽办法 就是把最好的呈现给观众朋友 对 主要就是我们也希望说 把这个传统文化 景色文化 融色文化 给继续的发扬光大 传承下去 对不对 嗯 好的 来我们的师傅 有没有什么要做补充的 呃 我要补充了 我的教练已经补充了 哈哈哈哈 这个教练呢 也是 讲一句话 也是非常很辛苦 要教这些队员 最主要是 我们都摇摇摇摇摇摇 我们很开心的时候 能教导这些队员啊 能激励方面 嗯 礼貌方面 家庭父母帝也要很有礼貌 读书也要很勤劳 是 不是单单是五龙啦 那么我们也需要他去 去读书啊 嗯 我实际上跟那个队员讲 你们去上课 读书 读书 你好了好成绩 当然你五龙更会好的 读书出来 最主要我们也需要那么鼓励啊 师父讲到这一点呢 我们就来 跟大家做一个补充 因为过去大家的想法是 去学武师的 学五龙的 都是不爱读书的 有问题少年的 这些人才去学的 但是这个可能是过去大家 守旧的思想 对不对 那今天大家听到师父讲的就是 师父他们其实很鼓励大家去 多学习 一定要去读书上课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边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学习五龙啊 当然从这边呢可以学习到的就是 团队精神还有各方面 绝对不用担心会学坏 因为这个是过去守旧的思想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就是每次鼓励队员 我以前就是学长很辛苦 要组织一个龙对起来 不容易啊 就是很容易 因为最主要是父母亲反对 对 不让孩子来学习 他讲 嗯 呃 五龙五师都是啊 像gainster 然后我们花脸的时间 各一些女士啊 嗯 到家庭采访 哦 跟母亲的解讯 哦 这个时候龙对不是说 我那五师随意拍掉 如果你孩子你不听话 你可以把他叫上来 嗯 我们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把你的孩子叫好 如果我们叫不好 就是我们很失败 嗯 如果我们叫成功 我希望你的孩子啊 他的爱好是五龙 那我希望你给他一个机会 那我们也会耽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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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师父的这一番解释 我听到都很感动 因为我们看到五龙队的师父们 他们都很用心在教导小朋友们 教导学生们 不单单是在学习五龙 在于做人的道理 在于各方面心态的成长 在于整个团队精神 这一些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在五龙队 我们的新三年阿瓦这边 就是他的五龙队的团结的精神 是非常的强大的 所以我们继续的欢迎 所有的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把你家的小朋友 一起送过来 我们也非常欢迎 有没有限制年龄啊 没有 没有限制年龄 几岁到几岁 通常大概是三年级 二年级我们也接受完了 因为我们是鼓励他们从小学习 尤其是打乐器 因为如果你会乐器的话 你五龙你就会自来 然后听乐器听节奏 什么叫五龙 五龙所谓的舞是跳舞的舞嘛 所以那个节奏你要抓到 是 好的 那这里呢 我相信大家也和我一样 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当中 长知识了 对不对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谢 我们的新三亚亚阿瓦 的五龙队的 所有的前辈教练 还有我们的师傅们 今天的分享 那我们再次呼吁呢 所有喜欢五龙的朋友 欢迎你可以联络我们的 瑶瑶阿瓦 和五龙队的前辈们 那甚至呢 我们一起把这一个 龙士精神 体育精神 团队精神 给继续的发扬光大 谢谢大家 我们后会有机 谢谢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看到在龙士队呢 教练都很重要 对不对 那这里呢 就要请问一下师傅 如何去选一个教练 好像刚刚也有说到 就是教练是 被你们筛选出来的 那你要是怎么样的 去选择这个教练 因为我们选教练呢 通常我们就看到我们脚肌 脚肌五 看他的姿势 看他的一起一动 然后我们就会从中 把它选出来 这个是最重要的 因为有我们几个 包括我们的总教练 还是我们的 包括我主任 那些女士 每次在他们练习的时候 我们都会从中 注意到他的一起一动 看见这个比较 他的一起一动很特别 那么我们就 先把他拉出来 做一个助教 这个助教 看他讲去教学的人 所以照了一个成绩 他已经教出了一对 好像比较特别的 这个一对比较特别 那么我们就会提升 他会做教练 OK 所以他的心态 他的态度 都很重要 对不对 都很重要 讲去教他们 最重要是要讲去教那些队员 这个是非常很重要的 是 然后教了之后呢 就要那种心态是 也不可以骄傲 对不对 而且他的头脑也要很精明 他可以把一个龙 可以变化 越多越变化 他的一起一动 就是我们要的 就是我们把它写出来 而且我们写好几个 好几个是看他们的变化是怎样 是否会自己创出来的 本身要自己创出来是很重要 是 然后我们的五龙跟那个是很不同的 是 我们的招式 每次比赛都是不一样的 不简单 要伤脑筋 对不对 要绞尽脑子来 去设计整个画面 那么我们这个金牌教练 是在我两千年 把他写出来 两千年的时候 我把他写出来 到这次的 到今年已经二十多年 已经拿总共大大小小的 整百个冠军 哇 所以我们看这边的冠军 的奏牌太多太多了 好 各位观众朋友 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每次我们看到 一些庆典的仪式的时候 就是 五师为什么是在走在神的前面 然后五龙为什么走在神的后面 这里来请师父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丝在走前面是开路 开路 龙是在神的后面是护驾 所以很多人都不明白 那么今天我就解释给两位知道一下 通常我们由神好 两个丝一定要在前面 它是开路 开给了神的走 然后我们龙是在后面 保护神的护驾 原理是这样子 哦 今天我们又长知识了 对不对 Yeah 马来西亚 一个马来西亚的龙 这由苏丹的老婆朋友开关 OK 好 那个稻草龙是我们的创意龙 创意龙 创意龙 因为古庙嘛 游神啊 对所以我们出了这种观点 这个是古庙的 哦 游神啊 它有我们的创意嘛 是是是 那我们就想出这些 有根据的 传统的 有根据的 我们就做了 创意龙 OK 还有我们香龙 香龙啊 香龙是插香的 哦 用香做 没有 它是有一条那个绳子 然后差不多用那个香插在上面 整脚龙都是香的 哇 还有我们的 烟花龙啊 灯板龙啊 都是有的 我们创意了六年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有一个讲解 来分享给大家 知道一下 到底这一边 会发生什么事呢 来请我们的益师傅 跟大家做一个解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义龙元 以前我还没有来教导 芽芽的时候 我进来 李氏说 我们的龙 不可以穿 不可以跳的 连我跟李氏讲 我都不能教 连经过李氏 来跟洪仙大帝讲 跟打杯 三个杯 三杯 我就承诺 下个礼拜 我就继续 来教导这个 一夜光龙了 哦 他的历史 跟整个过程 就是这样来的 跟大家解说一下 这个是神龙 对吗 就是您刚才讲的 神龙的意思就是说 以前芽芽芽 在左边是放一条龙 就是这个香炉 要拜的 哦 不如你要出队也好 来烧香也好 这个龙你要去敬它一下 哦 保佑全部的人 整个李氏啊 团员们啊 我们要出队啊 全部平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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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